保罗他属于哪种类型的球员 率领球队下线非常高 只要说给他一支相对平庸的球队 一般般累而来 那可能说就直奔状元圈去了 但是克里斯保罗并非如此 凭借他的大局观 他就能够率领这支球队打出亮眼的战绩 甚至经常能够上演 以若克强的好戏 这就是克里斯保罗 率领一支一般般的球队 他真就能够给你拿出一份 非常具有说服力 非常亮眼的打卷 你仅就这点能力来讲 你也不得不佩服 但是话说回来 上线那也比较低 因为他整个职业生亚履历就是这样 真要说率领球队的话 除了在某一年 给其他球队当个老二以外 大部分情况之下 他要是核心老大的话 率领球队 也就是最多打个第二轮 这是克里斯保罗 他这种打法本身 与当今时代的潮流有点相悖 大量的把球权集中在自己手上 而且他也不是说进攻火力特别凶猛的类型 这就使得他率领球队高度有限